航母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象征 拥有航母就意味着拥有了强大的制海权 但由于航母制造工艺 技术十分复杂 目前全球只有极少国家 拥有独立自主建造航母的能力 大部分国家的航母 实际上都是从国际上逃来的二手货 从历史上看 当有国家试图拍卖自己的航母时 几乎都会引起国际热议 并引来不少国家争相购买 然而最近 印度人在拍卖航母时 却打破了以往的局面 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据媒体报道 可能是缺钱了 印度海军将已经退役的维拉特号航母 当作废品在网络上拍卖 由意向购买的竞标者 只需要缴纳大约7.4万美元的保证金 就可以进行较价 然而令印度人没想到的是 拍卖会从中午一直进行到深夜 这么长的时间中 却没有出现一个竞标者 最后尴尬的印度人 只能悄悄地将拍卖网页下线 印度这次的航母拍卖会 估计可以获得一个 最冷门航母拍卖会的吉尼斯记录了 不过实际上 这次拍卖会无人问津 也不能全怪印度 要怪只能怪维拉特航母 实在是破旧了 维拉特航母的前身 是英国海军的竞技神号 印度上世纪80年代 从英国海军手中购得此舰 当印度将其买来之后 进行了大修和改装 并重新取名为维拉特号 如果把维拉特在英国服役的时间 也算上的话 那么维拉特航母总服役时间已经高达58年 因此对于现在的各国来说 一艘上世纪40年代建造 且已经服役了58年的航母 实在是难以吸引人的注意 虽然印度方面给出的价格已经很低 想找到一个接盘侠 但这实在是让人没有想买的欲望 因为买回去根本没用啊 这艘老航母已经完全没办法再做新的军事改造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当印度拍卖维拉特航母的消息传到国内后 有敏锐的分析人士认为 这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是个绝佳的好机会 虽然维拉特航母已经跟废铁差不多了 但其实该舰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相信有不少人还记得 前几年我军拿因大火 而导致报废的远望4号测量船当把船 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打击试验 在这次实弹打靶中 我们弹道导弹的威力得到了验证 不过由于远望4号满载排水量只有12000多吨 还无法真实还原我国弹道导弹打航母的预想 因此印度拍卖维拉特航母 对我们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维拉特航母满载排水量接近29000吨 用来做靶船是在合适不过的 科研人员可以从对维拉特航母进行的实弹打击中 分析出大量的有效数据 包括导弹打击航母哪个部位影响最大 用几枚导弹能够彻底击沉一艘航母等 这些数据在和平年代可是很难获得的 现如今印度维拉特航母的拍卖无人闷惊 估计就算再次拍卖也大概率的会流拍 还不如直接低价卖给我们 让维拉特发挥最后一丝余热 这总比烂在印度人手里好吧 只是不知道印度人会这么想吗 当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可能很多军迷也并不了解 如果中国顺利接盘 那么中国实际曾拥有的航母数量将达到8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自古就不乏英雄俊杰箭矢长远之势 早在1930年 世界各国的航母开始赞露头角 当时的国民政府海军部 就提出了一份包含建造航母在内的六年造舰计划 此奈国力实在有限 当时的海军发展计划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更是打断了当时国民政府海军的强军之路 1937年的江因阻塞战 更是让中国海上力量 蒙受了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最大损失 国民党海上力量的主力 在日军动用的航母舰载机狂轰滥炸之下 或自沉或损毁 几乎全军覆没 自此无力再战 江因阻塞战让当时的国民党海军部的 重量级人物陈绍宽进一步看到了航空母舰的作用 自此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对航母的建设进行规划和宣传 到了1945年 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 陈绍宽拉上若干国民党大佬 结合当时海军舰艇情况 制定了海军分防计划 提出了30年建设30艘航母的计划 但当抗战胜利之后 正当陈绍宽准备大干的时候 风云变换 蒋介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内战上面 陈绍宽的强海军梦随之破灭 中国人第一次的航母梦就这样破灭了 新中国的航母之路的开端于1985年 购买的澳大利亚的撞船之王墨尔本号 这墨尔本号堪称是澳大利亚海军的恶猫 自1956年开始服役于澳大利亚之后 就屡次将自己的船只撞得的个人仰马翻 事故不断让澳大利亚海军深感崩溃 于1985年作为了废铜烂铁 卖给了中国金属废品商 托入了广州红浦船厂进行拆解 在拆解之前 中国军方曾派出海军技术专家 登上这艘拆除了所有重要部件航母进行测绘 第一次有了航空母舰的一些基础数据 中国的第二艘航母是俄罗斯基辅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 在1993年退役后被韩国大宇集团买下 韩国人本来要以此舰为基础实现自己的航母吗 怎料人算不如天算 1997年的金融风暴一下子吹垮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 明斯克号顿时成了累赘 无奈之下导手卖给了中国 1999年8月拖至广州文冲船厂 进行封闭式大规模修整与改造 最后被改建成军事主题公园 落户于盐田区沙头角 最新的消息是此件于今年 被中游海281托轮脱离战桥 开往新的目的地江苏南通 并计划建成新的航母主题公园 到达中国的第三艘航母 是俄罗斯基辅级航空母舰的首舰基辅号 此舰在1993年退役之后 于2000年经过中国国务院的批准 天津市政府作为废钢铁从俄罗斯购入 经过一系列的修改 2006年4月9日最终变为 对游客开放的军事主题公园 中国的第四艘航母就不用多讲了 瓦良格号 今天的辽宁舰除了这四艘航空母舰外 中国还在2002年 在上海上海郊区电山湖畔的 东方绿洲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里 建造了一处水泥航母 此航母是按照美国核动力航母 尼米兹号外形11纺制 主要是用于原型分析研究 以及被用作国防教育的博物馆 但就是这么一个水泥模型 也引起了国外一些人的警觉 特别跑去相关机构进行询问 除了此艘水泥航母外 山东宾州市的中海水库上 还有一艘除建委部分缩进脉 给予部分外形几乎是按照1比1的比例 模仿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建造的水泥航母 最初目的是想将其打造成 即住宿、餐饮、休暇、娱乐为一体的旅游增合体 但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在这两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水泥航母之外 武汉船舶设计院在武汉郊区 也建造了一个仿辽宁号航母的水泥航母 但这艘航母承载了相当多的实验 为辽宁舰的成功立下了汉马功劳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精彩作品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